好 我们继续哥林多前书系列 今天我们讲第36集 记偶像的食物第二部分 知识 偶像跟真神 如果你有圣经 请你把它翻到第八章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的第四到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预备一起 论道是偶像之物 我们都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 也知道神只有一位 再没有别的神 若有尊为神的 或在天或在地 就如那许多的神 许多的主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借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上周我讲完道之后 就有一位姊妹写了一个信给我 她说我们实际上 是每天碰到这一类的挑战的 为什么呢 好像我们看到 哥林多教会的事情离我们很远 已经差不多有两千年的时代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 你发现你在生活当中 常常会碰到有人问 瑜伽可不可以做 可不可以基督徒练瑜伽 又有人可能会问 咖啡可不可以喝 特别是星巴克的咖啡可不可以喝 因为不单单他的这个商标当中 有希腊神话的那个女神 而且这个据说我不知道 有没有确认我不知道 好像星巴克是非常支持同性恋的 那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是否也可以去支持这个同性恋的公司呢 如果我喝了这个星巴克的咖啡之后 我的良心是不是亏损了呢 如果正好你经过星巴克 看到我在里面 跟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 正在你一杯我一杯 当时你就信心软弱了 该怎么办呢 其实这些问题跟我每天都是有关系 这还不是重点 我相信今天很多人我们OK了 我们觉得 对不起 我引用网络术语 我弱弱的说一句 就是好像应该问题不是最大 对不对 否则的话 你怎么知道 你去的一个公司买一根肉 这个肉 它的厂家是非常反基督教的呢 你只是不知道嘛 对不对 你知道之后你说不要 不要不要 都不要的话又怎么办呢 但有一些问题 我想在中国大陆现在 我们面对是一些很棘手的问题 譬如说 我的孩子 在公立学校 他是不是可以戴红领巾呢 你懂我意思吗 这些问题 你知道我们实际上 正在生活在一个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的时代 其实这句话严格的说是 只有共产党可以救如来佛的时代啊 在这样一个反宗教 反信仰自由的一个社会当中 实际上我们每天的生活 都面临保罗在哥林多时代的挑战 甚至更严重的挑战 我们的社会 其实严格的说 就是一个套用一个神学术语 就是Pagan Culture 是一个完全外邦的时代 而在这个时代当中 你会发现你每天的生活 跟你的信仰是有关系的 而且有的时候面对很大的冲突 特别在今天的北京 我们当如何行 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中国 我们当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 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讲了 格林多前书八章一到三节 是个总论 保罗说到知识 也说到爱心 是知识跟爱心之间的对比 在那里面我们看到 保罗说知识使人至高之大 我说知高之大这个词在希腊文 原来的问题是个膨胀 快要爆炸的一个时代 就像你的房子 房子叫人至高之大 你不要忘记只有爱心才造就人 房子绝对不能够造就这个教会 但是爱心可以造就这个教会 保罗说知识使人膨胀 但是爱心能够造就 他造就这个词在原来里面 不是指人 他没有说造就人 他说造就的 是指什么 教会 是指一个群体 是指一群基督的子民 爱心可以造就教会 但是知识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要知道 我说没有爱心的知识是非常危险的 没有知识的爱心 也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当如何在知识中以爱心形式 又如何知识在爱心中得以运用 才是实践基督信仰的根本 所以我们在这里有的时候说 保罗说知识使人之高之大 你也这么说 那我们还要牛津干什么 我们还在牛津培养神学生干什么 我们还要让这么多优秀的弟子在那里学习 还有什么用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投很多的金钱在牛津的时候 有人就会说 哎呀 主啊 牧师啊 这几个人花掉我们好多钱啊 他可以用来召集很多穷人啊 这句话好像跟犹大有点像 对不对 或者说 像静说 哎呀 牧师啊 几百万啊 今天晚上的Andrew 那个Jeffrey Andrew的音乐会 可以排几百场啊 筹到的钱 足够的那些孤儿月用了 但是我告诉你 知识在保罗的眼中 是非常有益处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 就来看知识到底有什么重要的益处 在这里面让我看到第四节 保罗说什么 我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 也知道只有一位真神 只有一位神 他在这里用的这个词 God 就是一位真神的单数的 让我们看到的是 知识能够启示 偶像并不算什么 知识可以分辨真伪 什么是真神 什么是假神 什么是偶像 什么是魔鬼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看到 我们没有知识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辨别 就像今天很多很多 我们在中国农村的教会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他们的基督教的信仰 好像跟我们很相似 但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当你会看到 他们看这个耶稣基督 就像观音一样 因为当他们求这个耶稣基督 好像很灵的时候 比这个观世音更灵的时候 他们就会跟从这个耶稣基督 但是当这个耶稣好像不灵的时候 他们就不再跟随 保罗在这里把只有一位神 跟没有别的神 就没有别的很多的神 一个God 跟God 小写的God 再做一个对比 以色列人 是非常坚持一神的信仰 诗篇说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的愁苦必加征 他所交进的血 我必不献上 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在这里面 括号里面 中文和合本翻译很有意思 就送礼物给别的神 就以献祭 给假神 给其他的这些巴黎 拜那个迦南的各种多神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的愁苦必加征 今天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神 我们的钱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儿女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太太是我们的神 先生们举举手 你的太太是你的神 举举手 没有人敢举手 有一位 感谢上帝 你还承认 很多没有举手的人有祸了 我的长老在不在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 所以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 这个一神是非常重要 他们小的时候 他们很小的时候 他们六岁之前 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父亲 就是他们的圣经老师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教导他们 他们有三段经文 一定要念的 圣明经第六章 圣明经十一章 跟民书记的十五章 他们必定念的 就是以色列人要听 耶和华 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主 以色列人要听这个词 这个词就是 以色列每个小孩子 犹太人每个小孩子 他们必须听的 就是独一真神的信仰 没有别的神 没有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主 只有一位神 偶像并不算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并不真实存在 他是虚无的 他是人想象出来的 他是人手所造的 他并不能发生功效 甚至这个偶像 还不如那些寄给他的食物 昨天我们一位弟兄讲 我们在捧场上说了很 寄什么 寄个猪头 对不对 我上个礼拜天刚刚讲过 喜欢 中国人喜欢寄个猪头 我常常想的是 小的时候 我在宁波乡下 我就想到什么时候 我可以把这个猪头拿下来吃 我的重点不是 祭什么祖先 关我屁事 我的重点是 这个猪头我可以吃 对不起 有的时候有点那个 猪已经赦免我 你也赦免我 OK 偶像的食物还有用啊 因为偶像的食物 还能使你吃饱啊 这个偶像是什么 是不存在的 是虚无的 但是 但是 偶像有个坏处 偶像背后有什么 有邪灵 偶像不存在 但有鬼魔 连保罗都这样承认 他在之后的第十章说到 我是怎么说呢 岂是说 寄偶像之物算不得什么呢 若说偶像算得了什么 我乃是说 外邦人所信的寄是寄鬼 不是寄神 看到没有 寄鬼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 又喝鬼的杯 不能吃主的宴席 又吃鬼的宴席 鬼魔是真实存在的 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经历没有 我常常在传福音的 在做福音的御工的时候 我会讲一个见证 我想有些人可能听我讲过 我十多年前在北京的时候 我在一个本地教会讲道 认识一个弟兄 给我深刻印象 现在他是本地一个教会的一个带领人 他跟我说 他在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理性的思想 而且又在中国的大学 受了最好的训练 然后又在一个很好的公司里面工作 太太信了主之后 一直跟他传福音 有很多的祖兰 不能够相信 直到有一天他发生一件事情 他相信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信耶稣 不是先信了耶稣 是先相信 有上帝 有鬼魔 有神 是不是这样 他有同样的经验 他说我现在就知道 这个世界上真是有鬼的 他就讲了一个见证 他父亲过世的时候 他就从北京回去 河南还是河北的乡下 我忘记 在那个乡下是一个非常迷信 非常 你知道 虽然中国经过文革 但是在很多的农村的地方 现在还是很迷信 跟台湾一样拜拜 对不对 什么都有 什么的花样都有 他说那天 他父亲出病的时候 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妈妈突然昏倒 妈妈突然昏倒 然后大家去救 把妈妈救啊 救 救了快妈妈半醒的时候 突然他的妈妈开始讲话 是用他爸爸的声音讲话 然后告诉他 谁谁谁家欠了我们家多少钱 哇 这个吓死啊 然后呢 他们就去查 他们去查 谁谁谁 你们是不是欠我们家五百块钱啊 还是五百零一块啊 对不对 后来发现真的很有意思的事情 居然查下来 跟他妈妈讲的这个数字是一模一样 他说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 他说让他一个很震撼的 一个受马列主义 严谨的训练的一个学者型的人物 他突然明白 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鬼神 而这个世界上真是有鬼魔存在 而这个世界上真的在偶像的背后 是有邪灵的控制 而这个 在保罗看来 是偶像唯一的可怕 但真神跟偶像 跟邪灵 它是对立的 有神就有鬼 有假神就有真神 有偶像 才有让我们认识到 有一个真神的存在 保罗认为 外邦人中有所谓称为神的名号的 不管是在天 在地 有许多的神 有许多的主 好像在这里 保罗你看 把神跟主啊 他在比较当中 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因为在当时的希腊文化当中 很多的被称为主的 是他们异教当中 被用来描绘他们的神明的 所以在这里 保罗其实隐含了一个意思 就主就是神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 后来他称耶稣是主的字 其实也就隐含了 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意思 很多时候我在看 我在看孙中山的经历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说 孙中山是闹革命嘛 对不对 他得到了要驱除达鲁 驱除什么 光复 什么汉士 什么一大堆 其实我后来发现 他成为革命家 跟他小时候犯了一点事情有关 因为什么他从小不太安分 所以他的家人就把他带到了 这个檀香山 让他的哥哥在抚养他 当他稍微大一点的时候 他就什么 因为他从小在基督教的学校长大 他受了喜 成为基督徒之后 他就常常跑到观地庙去闹 你知道 有的时候很有意思 我跟我太太 我曾经讲过 我跟我太太 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 明山大川走的时候 我太太看到那种庙的时候 就尽量保持距离 就不去的 然后我那是逢庙必尽 那他就说你这个牧师 如果看到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 看到我逢庙必尽的话 他一定软弱了 还好我太太比较刚强 但我太太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知道你里面有谁 你进去搞人家干嘛嘛 你懂我意思吗 他们是假的 你去搞人家干嘛 你就说你离他们远一点 你不管你是 但是孙中山也是这样 孙中山是从观地庙必尽 然后就把人家搞得很乱 你知道吗 后来他哥哥就没办法 哥哥就把他送回什么 就是他老家 送到老家之后 他那天18岁又老出麻烦来了 他就冲到了什么 那个当地的什么 一个土地庙还是什么 什么庙里面 把那个偶像 把人家手弄断了 后来他没办法 他只可以离开家乡去干革命了 其实这段历史 没有在他的证实当中好好写过 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发现了 偶像算不得什么 偶像不算什么 偶像他没有能力 他连那个食物都不挤 这就是知识的益处 知识让我们看到 什么是真的 是假的 什么是偶像 什么是真神 什么是虚妄的 什么是真正的 知识的益处 在保罗的罗马书当中 写得很清楚 保罗说 既从律法受了教训 就晓得神的旨意 晓得 我曾经讲过 在这里面的晓得 Ginosko 这个词是经过什么 经过你实际生活经验 所得到的一种知识 你晓得上帝的旨意 也能够分辨是非 这是知识的益处 而且在真言书 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 历来认为 历来认为 知识是来自于上帝 知识是来自于真神 我以我的灵充满他 使他有智慧 有聪明 有知识 能做各样的功 出埃及记31章 敬畏耶和华 是知识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但是圣经也让我们 看得很清楚 从旧约开始 在希伯来人的诗歌当中 就让我们看到 偶像是什么 是人所造的 他们的偶像 是金的 银的 是人所造的 是口却不能言 有眼却不能够看 有耳却不能听 有鼻却不能闻 有手却不能摸 有脚却不能走 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音 你就知道 偶像不及我 我还能出声音 所以就看到 偶像是那么的虚亡 但是你知道 这个偶像是非常有危害 我看保罗在生命中 他在服侍当中 他在三次宣教的过程当中 他曾经打过很多的胜仗 但是唯独在 使徒新章第17章 我认为他是打败了 他进到 进到雅典去的时候 特别是使徒新章第17章 让我们看到 他先是跟什么 跟斯多亚派的哲学家 跟伊比古洛派的神学家 哲学家去辩论 然后他又看到 他们叫Algora这个市场 整个的罗马的市场 整个的雅典的市场 看到是什么 到处都是偶像 到处是偶像 是说明什么 我告诉你 偶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偶像它不单单是宗教性的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 我们会把偶像解释成是宗教性的 是 但是不是单单宗教性的 在保罗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看到偶像是什么 文化性的 整个希腊的文化 整个的罗马帝国的文化 是个拜偶像的文化 因为他们的皇帝都是 他们的神 他们的这个 他们有财神 我们也有 对不对 雍和宫 烧头像 哇 冲啊 谁能够冲进去烧这个头像 这不是宗教性 不单单是宗教性 它更是文化性的 因为人心里面都成了财迷啊 对不对 所以偶像还是文化性的 偶像还是什么 个人性的 是个人性 我们生命中 每个人生命中都有偶像 什么是你的偶像 你的儿子可能是你的偶像 什么叫偶像 偶像就是说 当你心灵的基础 不是建筑在上帝的恩典 不是建立在上帝自己的基础上的时候 任何这些东西 是你的偶像 保罗就是这样 他看到有个人的偶像 他看到有宗教的偶像 他也看到有文化的偶像 所有的 听黑了说 所有的文化 它的基础 都是偶像的 我们看到 我们今天生命中 哪些是我们的偶像 我们的爱情可能是我们的偶像 年轻人 我们都是过来人 有没有经历过 我爱你 我愿意为你去死 有没有听过 你们这些过来人 不要这么冷笑 有点同情心 我们都经过的 这什么 你的爱人是你的偶像 哪里有上帝 你又说 主啊 我愿意为你死 很多时候 我们说深深爱你 深深爱你耶稣 但是有的时候 你的神学是你的偶像 你知道吗 你甚至可以唱 深深爱你家文 深深爱你家文 或者路德也行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偶像 其实我们在生命中 有很多我们个人的偶像 我们的事业 是我们的偶像 今天我们中间 有多少的弟兄 特别有一些姊妹 为了挣钱 为了事业的成功 你抛向你的家庭 你每天在出差 你每天在工作15个小时 为了多挣钱 为了你的事业可以成功 以至于你 你把你的生命 投资在里面 所以你 今天为什么 你要来到教会 今天为什么 你要在这里 听到上帝的话语 是因为 神的知识 让你打开你的眼睛 看到你生命中的偶像是什么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的 我们的 财富 我们的很多很多的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世上的成就 甚至 甚至我的美貌 这个鸡肉 南京天好像没有看到 他常常喜欢 穿得很透明的衬衫 就是 他是因为曾经 做过中国那个 剑米先生嘛 就这样的 他的鸡肉 是他的偶像 我 可能是 可能不是 所以 这些东西 你知道 让我们看到 偶像 实在是 替代了上帝 偶像是什么 偶像就是 我们跟神当中有了一个第三者 我们跟神之间被一样东西阻拦了 这个就是偶像 我们对上帝应当是什么的 应当是爱的 但是今天你爱偶像 对不对 冰冰 有没有 冰冰 还有人 气死我 我们教会 居然还有人 让他做形象 带人人 哇 你把他 请他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钱 拿百分之一 送到我们教会 我们就已经不得了了 你懂我意思吗 啊 这个好好悔改 偶像 偶像 对不对 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不单单爱戴我们的偶像 爱我们的偶像 我们还信靠我们的偶像 是不是 我们把我们的一生的希望 把我们前面的方向 把我们的 这些都放在他的身上 还有 还有 我们顺服我们的偶像 我们的偶像 可以在我们身上 任意妄为 你为了你的偶像 你牺牲很多东西 你放弃很多东西 你摆上很多东西 你连死都愿意 但是很多时候 你发现 很有意思的事情来了 你对耶稣基督不愿意 你对神不愿意 你对真的信仰 不愿意爱 不愿意顺服 深圣爱你是可以唱的 你试试看啊 你真的啊 有试探来的时候 你才知道 像我们这些都是被试探打败过的 都顺服过偶像的 才知道痛啊 就这么帮助我们 个人的偶像 文化的偶像 文化 科学力量 科技发达 伟大的国家 社会繁荣 这些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 我的国厉害了 耶耶耶 真的 刚刚我去讲过 这个文化的偶像很厉害 现在中国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对娱乐界那么热中国 从来没有过 一百年前的中国绝对不会是这样 梅兰芳 代表了当时中国娱乐界的最高水准了 又怎么样 但是今天 这个 今后以后 以后小女孩起名都叫冰冰就好了 因为所有的冰冰都可以什么 挣大钱 对不对 现在她好像又出来了 好像这个 跟我的预测有点相反的效果 哎呦 这个看不懂啊 然后呢 后来我最近记不过的就是说 居然 被 评为中国什么 精神的代表 对不对 得了一个什么奖 对不对 中国精神奖 对不对 我气死了 后来一想 也不要气啊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精神啊 它就代表了中国的精神啊 我们的精神是什么 就是我是潘金莲 或者我不是潘金莲嘛 就是这个东西嘛 这就是我们社会 我们文化中的偶像嘛 而这些人 这些事情 让我们趋势在这里 但是你有没有一个审视的态度 你有没有一个价值观 我们说到基督教 实际上是一个毁三观的信仰 我们有没有这种 上帝给我们的真理 我们的真道 能够看到这些东西呢 其实对基督徒来说 最大的挑战还不是这些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挑战是灵魂 或者是灵性 或者宗教的偶像 才是最可怕的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 我们所谓的基督徒 或者宗教人士身上 对学长重一点 可能伤到我们 我不要在意啊 但是我真的是有这个感动 讲这个话 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对真理的认识 会成为是我们的偶像 我们的恩赐 会成为是我们的偶像 甚至我们的圣洁的生活 成为我们的偶像 教义的存证与否 成为我们的偶像 所以我的教义是永远正确的 我所相信的这个系统是完美的 你们所有跟我不同的 你们都是错的 成为我们的偶像 这个就是什么 把神学 把真理 偶像化 所以我们就会抱着一个态度 鄙视那些 所有跟我不一样的人 这个情况在中国教会 无论是三字 还是家庭 特别严重 我知道我讲这个话 很多罪人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是在网上 到处都在看 所以有些人在改革中 国内的改革中的 这个圈里面 攻击我 不许听李杰仁讲道 攻击我 对 但是我如果祷告清楚 我实在是有这个感动 我必须讲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人 是非常片面的理解 理解宗教信仰 理解基督的真理 理解改革中生之 把改革中绝对化到一个程度 他们比五点极端加文 更加文 所以他们就会唱 神圣爱你加文 神圣爱你加文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在国内 也出现了所谓的 有些改革中的代表 我告诉你 这些事情实在是要讲 但是你再去看 他们的生命的时候 你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情 个人的道德 我的圣洁生活很了不起 成为偶像 如果我们把这些偶像 都能够放大的话 你就会看到 你信靠的不是上帝 你信靠的是 某一样 在你跟上帝之间的东西 如果这样的话 你会看到 我们实际上跟没有相信的人 根本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甚至还不及他们 所以我们的社会很难改变 我们社会很难被基督的信仰改变掉 时间没有了 我看不到我的时间 所以我抄时间 你们会怪我 不管我是 我常常讲的 你们有时间提醒我 我还会反省一下 否则这个讲台就成为偶像 也很小心 真的 因为什么 服侍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 我的教会要成为三千人 五千人很好 但是他可能成为我的偶像 因为我的奋斗的目标就是这个五千人 因为有了五千人 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就成为我的偶像 这个就成为我的偶像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反省 第二 我现在还有多少时间 我真的不知道 只剩下九分钟了 没有 第二点 基督才是真神 基督才是真神 在第五节第六节这里说 虽有成为神的 或在天或在地 就论了许多的神 许多的主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也归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在这里第六节的 这个结构很有意思 他说 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然后就说到创造 万物都本于他 然后又说到 我们也是他的 我们也归于他 之后 他说 并有一位主 并有一位主 跟一位神是对应的 就是耶稣基督 然后呢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也就是想要创造 最后又说到 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虽有 称为神的 执意就是 即使真的有神 外邦人真的有神的话 其实这些神 都是在地上的 许多的 等等的 但是作为我们基督信仰的人 我们就是有一位上帝 那是超乎万众之上的 就像以弗所书 四章六节所书的 一个神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许多的主 跟一位的主 Lord跟Lord 一个 或在天或在地的 那些假神 拜偶像的假神们 跟万物都基的他 本于他 基的他的 那位主耶稣基督 做了一个对比 本于他 指的是万物 都是从上帝而来的 万物都是由天父 所创造的 我们在 彼得的讲章当中 使徒宣传四章说 他们听见了 就同心合一的 高僧相神说 主啊 你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 万物的 你是创造天地海和万物的 也归于他 指的就是 耶稣基督的救恩 使万众都归向上帝 以他为目标 借着他 就是 耶稣基督 是上帝创造的 每一节 基督徒 我们就是 借着基督 所产生的 一个新的创造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将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 在基督耶稣里 他就是上帝 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行的 词恩词 写明过后来的事 再看 今天 很多时候 我们也在 思想很多东西 比如说 这些知识 我们所学的 上个礼拜天 我们讲过 四个希腊文 不同的词 来描绘知识 对不对 我们说到这些知识 到底能够帮助我什么 在这里面 让我们看到 知识不单单分辨偶像 也能够认识真神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就会问 我们今天学到的知识 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 我曾经讲过 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 很有意思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 这些年 我也看到一些 有意思的现象 就无论基督徒 还是非信徒 我们很喜欢学习 是不是 你发现 这个过去 我们就要学到老 活到老 学到老 很多很多弟兄姐妹 四五十岁还在学习 当然很好 但是 当你学习很多东西的时候 你实在是要分辨 这些知识 到底是不是真知识 到底是怎么样的知识 昨天我真的是 也是 在想 一些很基本的东西 其实我们在教会 都是在讲的 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还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 会在外面听了很多 你知道中国一个特征 就到处都有培训 包括基督教的培训 那什么人都到教会来 都到中国来培训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整个系统 是不透明 不公开的 不合法的 甚至是 所有的 极大多数的教会 都处于地下的状态 所以就有很多游行的 行走的这些教师们 我也不要说人家是假的 对不对 有真有假 什么都有 有半真也有半假 什么教导都有 居然还会有人说 教导 受洗的时候 你就受了圣灵 我觉得这是 匪夷所思的这种教导 我们从来不会这么教导 如果你上我们的受洗照就班 如果你上我们的会员班 你会看到 我们基本上 持守的还是一个 大公教会传承 所最大公约素 我们讲过 我们教会是个超中派的 对不对 我们虽然是超中派 但是我们基本上 我们不极端地走某一个路线 不极端地走灵恩的 我们也不极端地走 加尔文的 五点论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希望在整个 大公教会的传承当中 取最大公约素 就所有主流教会认可的正统的信仰 我们是持守的 对不对 这些是真知识的 因为这是冤于圣经的启示 主耶稣基督的启示 使出的成传的 对不对 但很多时候我们也要很小心地去辨别各种的信仰 各种的教导 有一些知识实在是好的 有一些可能经过分辨之后 你发现还是好的 虽然是怎么样用法 比如我举个例子来 我个人历来是很反 大家都要知道 我比较对领导力 对不起 我们中间有很多做领导力培训的 我没有任何意思 offend大家 我承认这是我的软弱 我历来对领导力培训 有一点点的偏见 这是我的偏见 我承认 我认罪我悔改 真的 真的 我不是开玩笑 我真的 因为什么 神给我两个很好的教训 就透过两个小 一个小弟兄 一个小姊妹 让我看到 他们上了GIS之后 真的得到改变 虽然是很小的 其中一个已经搬走了 不在北京了 当他在这边 上了两年前的GIS之后 他搬到另外一个城市 开始创业的时候 他只是用了他中间 学到了一个功课 的确帮助到他 的确帮助到他 所以我自己也在反省 就说 这些领导力培训 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继续 办GIS的话 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看 这个Global Leadership Summit 特别是现在 比尔哈勃斯这个 scandal之后 这个丑闻之后 在华人教会也开始 引起了一些负面的冲击 这个人 我这个脾气呢 有点 人家都说 人家都说阿门的时候 我就有点 skeptial 人家都在反的时候 为什么要反呢 这个也求手能帮助 所以我现在看到 有很多的GIS的益处 但是也有GIS中间的问题 比如说 我曾经跟你讲过 对不对 GIS是一个最大的 对中国人来说 最大的一个困难 就是GIS怎么样本地化 GIS怎么样 localization contextualization的问题 因为GIS 它整个的系统 它所教导的这些内容 它都是什么 非常西方的 它是一个基于西方社会 基督教价值观的基础上 所发展出来的 一整套的 整个的leadership 这种训练系统 它没有跟中国本土 好好的结合过 所以当你学了一整套的 这些东西 你只是有idol 你没有的GIS 你没有经过自己的 生命中的经历的 你去用的话 你一定出事情 你马上用的话 一定翻船 但是如果你能够 找到里面的原则性的东西 那些符合圣经的 也是普世价值当中 宝贵的东西 出于上帝启示的 又跟中国的社会结合的话 你会发现 它是有用的 第二 这也是我第二个 对GIS的批评 就是 它的整个的系统 这个领导力的系统 是非常高大上的 虽然他们在批评 明星牧师 对不对 比尔哈布斯 明星牧师 但现在他请来做讲运 还是最大的明星牧师 Life Church的leaders pastor 美国最大的教会的leaders 不是明星吗 还是明星啊 所以他的整个的一个 领导力的系统 这套知识体系的构架 是非常什么 高大上的 但是他没有经历过 他没有教导我们的事 那些小牧师的挣扎 那些99.9%的教会的挣扎 没有经历过 我们经历过啊 我已经讲过 我开荒的教会的时候 三个人 我讲到 我太太领会 我岳母听到 这种日子 所以我告诉你 我们教会 我说如果哪一天 我们只剩下三个人 我还能够继续讲道 这种挣扎有吗 这种挣扎之后 才脱骨 脱胎换骨 这种的生命的价值 这种的知识 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你 你知道今天 中国的社会多困难吗 前段时间我听说是 差不多 我以为是每周 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自杀 后来发现不是 差不多每天都有 要么自杀 要么携款潜逃 要么是什么 被中纪委抓 或者怎么样 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现在我听到一个 更可怕的事情 就是很多年轻的创业者 在自杀 这才是我们面对的 比尔哈佛斯有经历过这些吗 他有看过中国的现状吗 他来试试看 没有啊 中国的现状是很特别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是 连 Francis Fukuyama都看不懂的世界 你懂我意思吗 连他在中国 他都会妥协的世界 他跟王书记关系好像还不错 对不对 他都看不懂的世界啊 今天是我们这个世代 所面对的这种困难 这些年轻的小伙子 年二十多岁的创业者 我告诉你 根本被误导了 什么会产生万众创业这种事情 你知道创业成功 本身是极小概率的事情啊 虽然年轻人都在创业 我也去创业 对不对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 所以让我们看到 我们这个leadership的这个系统 是不是真正是跟基层能够有touchdown的 帮助我们的年轻人 帮助我们的基层的每一个人 得到生命的转化 改变的力量 减肥改变了 对不对 第三 还是这个问题 这是我历来很 我觉得我跟很多 我们中间的 做领导力培训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商量 可以探讨 就是领导力到底是不是培训出来的 我还是比较怀疑 我个人到今天 我还比较坚持 management是训练出来的 leadership 当然你看你对leadership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你做一个小组长 也是leadership 当然了 但是 这个我没有答案了 我没有答案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继续去思考的 但是无论怎么样 我觉得 真知识 真知识一定能够改变 一定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一定使我们更加接近神 爱神 一定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神 辨别出偶像 让我们的生命更加被神所掌管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 我们要特别小心 因为中国的情况实在是太特别了 太特别了 那我到现在还是觉得 我们 如果我们11月份 我们12月份 我们继续办 Global Leadership Summit的话 我觉得可能对我们中间 有些地区学们还是有帮助的 你不要把焦点放在 比如Hebert这个人身上 你不要把焦点放在 他做了什么错事的身上 而是在于他 曾经也从上帝那里领受到真知识 你懂我意思吗 而这条价值观体系 本身是有价值的 而这个能够交给我们什么 对我们的教会有什么帮助 对我个人有什么帮助 所以我上个礼拜天 跟一位北美的教授 在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本地的牧者 帮到本地的教会 这些特别是大群体的那些教会 要带领人们 也能够受到这样的一个训练 至少这些训练能够给他们一些帮助 使他们看到 我的教会不可以家长制 我的教会的里面的这个leadership 这个领导的结构 需要被调整 被改变 需要更加符合圣经的价值观 这些东西是 所以我们要继续办这些东西 因为我刚刚讲过 中国特别的 中国对人的影响太大了 很多很多 我们可以有一个见证 很清楚的见证 就是我们中间很多很多 从北美 从欧洲 受过很好的西方的训练的 这些到了中国之后 你发现你被同化得很快 你发现你被这个社会改变得很快 你不要说基督帮助你 继续把你的生命提升 基督能够让你不被改变 已经不被这个世界同化 不被偶像吞噬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是不是这样 现在很多人要走 我们中间有些很可爱的弟兄姐妹 正在要走 有些又想移民出去 又想回流了 对不对 要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艰难 艰难 我也听说 最近也听说 有些事情是很令人匪夷所思的 有些牧师 有些本地家庭教会的传道人 他已经离开了 他已经回了北美了 突然他突然回来 回来之后又推翻原来这个教会的构架 把年轻一代都赶走 又回来了 哇我在想你还是受过西方教育那么多年的 训练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 我在这种事情在我们教会是不可想象的 John Davis突然又回来 说Paul Dobbin John Lee滚蛋 我又来了 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是在本地的教会 还是很大的家庭教会 在出现这种事情 我实在是要碰到这个老人家的时候 我已经七十岁 你还想干什么 你还不交棒 你想干什么 你懂我意思吗 你觉得你手里拿了这么多权力 很开心是不是 我们需要被改变 我们需要被改变 我们需要被上帝的道改变 所以如果一个是真知识的话 他让你认识神本身 让你认识上帝 让你更深的你的生命当中 去经历他 被他改变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 知识的益处 知识虽然有一个危险 叫人知高知大 但是知识能够帮助我们 真知识 属灵的知识 圣经的知识 如果用得好 他真能够帮助我们 认识神 认识真理 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说 谁知道主的心呢 谁做过他的谋事呢 谁是先给了他 后来偿还的呢 因为万有都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 归于他 知道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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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 阿们 阿们 完全